博物馆有很多种 但是以螃蟹为主题的博物馆却不多见 5月28日从台湾澎湖引进的 神奇的盔甲武士 螃蟹博物馆在厦门网红地标 曾卓安正式开馆 这里有体长两米多的世界最大型螃蟹 甘式巨鳄蟹 圆滚滚的面包蟹 和身怀绝技的深海怪蟹等 上千件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的螃蟹标本 为厦门这个最文艺的渔村 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为什么会想要来开这个馆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整个家族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收藏了这些标本 这些栩栩类生物 原本都是放在我们老家的 这个仓库里面的 那其实我们 我是认为说 我们有这么多世界珍藏的东西 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 然后让大家都欣赏欣赏 来自台湾澎湖的90后馆长 柳正宏介绍 世界已知蟹类动物 4700多种 他的家族目前共收藏了1000多种 从打开螃蟹的背甲关节 清除蟹肉 浸泡 晾干 再还原其形态 柳正宏表示 制作螃蟹标本 至少需要三个月 对于大型的蟹类 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但他认为 最难的不是制作 而是可遇不可求的蟹后 我们认为说最难的是 不是你在制作上或者是说怎么样很辛苦 而是因为如果说你当你根本连早都找不到它的时候 那是根本就是难如登天这样子 当你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你对海洋的文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有海洋 有这些这么多种的生物 而且你不只希望你能够看得到 你希望你未来的知识都能够看得到的时候 那你就会有一个环境的保护意识出现 选择落地厦门征措庵 柳正宏坦言 不仅因为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 还有浓厚的海洋文化气息 与螃蟹博物馆的气质十分契合 另外这里的环境也对创业青年十分友好 我是90后94年出生的 所以说我来到这边之后 也算是毕业没多久 我也是一直想说来到大陆这边做这个创业 因为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对台湾来说是好很多 所以说我想说带着这些资源 然后到大陆来这边做创业 然后让更多人看见这样子 除了将螃蟹标本从澎湖运来展出 来大陆创业的柳正宏还计划 集合台湾的青年文创人才 着力开发以螃蟹为主题的文创产品 未来螃蟹博物馆还将作为大陆青少年学生 海洋科普体验实践基地